連日太平洋高壓 造成各地炎熱高溫 甚至突破三十八度 研究顯示 當氣溫大於三十二度時 死亡率相對提高 要如何預防熱傷害呢 來看我們新聞見分享 首先要瞭解 熱傷害指的是高溫 對心血管的危害 主要有三種 一是身體因為天熱大量流汗 血液中缺乏足夠水分 造成末端血液量供應不足 二是人體水分大量蒸發 血液變濃稠 血管容易栓塞 另外 戶外天氣炎熱 但室內冷氣又很強 忽冷忽熱也會刺激心血管收縮 引發問題 避免熱傷害該怎麼做呢 穿著部分可以選擇輕便淺色透氣寬鬆的衣服 來幫助身體散熱 再來 早上十點到下午兩點 儘量減少外出 以避免曝曬過多的陽光 而從事戶外工作或者是運動 要經常補充水分 每小時喝二到四杯的常溫水 千萬不要喝冰水 這樣反而會讓身體的熱排不出來 在家中可以裝遮光窗簾 出外要找陰涼 或是有空調的地方 也提醒大家 如果出現熱傷害症狀 先移至陰涼通風處來休息 及時補充水分 如果沒有好轉 一定要馬上送醫治療